今天呢我翻看了一下以前的相册 我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今年我38岁了 但是好像比五六年前还年轻一些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现在的照片 这是我以前的照片 这几年来呢 我是没有做过任何的高科技手段 其实呢 我觉得对于三十家的女性而言 比起在关系中 单身更容易让你感受不到这种时间的流逝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啊 是因为女性会天然的被磁激素和催产素所控制 我们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不由自主的照顾别人 当你单身的时候呢 除了你自己 就是没有什么人需要你的照顾 你可以把这种温柔跟体贴全部给到自己 自然就很容易充满了能量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对我而言啊 其实判断一个人是否衰老的标准 不是生理年龄 也不是皮肤的这个紧致程度 而是他是否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气质 年少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仰望天空 但是进入工作跟家庭之后呢 却不得不总是下地干活 但是大部分的中年单身女性呢 不需要操心太多来自于家庭的这些琐事 所以呢 你会发现这些女孩的眼神 会更加清澈和灵动 这是一种怎么都保养不来的年轻感 所以虽然说无用的东西 看似矫情也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在哲学家眼中 无用之美才是最高贵的美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做图书出版的姐姐 她是六几年生人 到现在一直单身 她一个快六十岁的女性 依然会在夏天穿着吊带长裙 在星空下拿一杯葡萄酒 跟身边的朋友谈论哲学 她也有皱纹 但她身材依旧很紧致 眼神也依然很明亮 因为她一直保持运动 她旺盛的表达和思考 会让你感觉她有年纪了 但你不会觉得她衰老 曾经呢 我也觉得三十佳的年纪很恐怖啊 不知道要上多少美容手段 但现在我觉得 只要你好好护肤 保持运动 留一点空间给自己 你不会一直很年轻很漂亮 但你会一直很美 当然有伴侣的姐妹也不用丧气 我觉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感觉也非常棒 虽然保持外貌呢 会稍微阻力大了一点点 但人生哪有两全呢 对吧